泰國青年歐春菊在廣西南寧生活了14年 曾是泰語教師的他 因看中中國泰式美食市場 決定進軍餐飲業 開一家屬於自己的私房菜館 近日 中興社記者走進歐春菊 了解他的創業故事 2010年 歐春菊成功通過 廣西財經學院招聘並入職 在課堂上 歐春菊除教授泰語外 還給學生講泰國文化 教學生製作泰國美食 在我課堂的話 一般也會有些是 課食關於跟美食 然後在課堂一般我會教學生 做一些泰國美食 比如說奶茶 或者教他們做泰式酸辣木瓜 或者涼拌 然後有些學生跟我學泰語 經常跟我玩 或者去我家那裡 經常做美食 他們就說 老師你做好吃 為什麼不開一家 經深思熟慮後 歐春菊在學校附近找了一間適合開小餐館的地方 開始了創業生涯 剛開業時 廚師 服務員都是他一個人 但由於地方不大 又是在小區內 能接納的顧客量有限 時刻想要品嘗泰國菜都得提前預約 歐春菊意識到 要繼續創業就必須另找地方 2023年9月 歐春菊盤下一間比較大的店鋪 最多能容納約40人同時就餐 其餐館因泰餐味道純正 每到週末總是冰棚滿座 歐春菊認為 他能來中國創業 與太中關係的密切有關聯 南寧市是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 這裡匯聚了很多東盟國家的朋友 也有很多東盟國家的民眾來這裡創業 當時覺得沒什麼關係 但是來接入了 然後就知道了 比如說連教育方式 這個東盟博覽會的話 是東盟這些也會有關的 因為各個國家跟東國也會有合作 像泰國的留學生 泰國學生都想來中國這裡讀書 然後中國學生這裡也想去泰國讀書 這些東西後面發現是都有關係 無論是擔任大學教師還是自主創業 歐春菊都在不遺餘力地推介泰中文化 我覺得是我可以把泰國的文化 來給這裡人了解 但是我在泰國的時候 也把這裡的文化跟泰國人講 有時候我會發這裡 生活或者我去菜市吃東西 會發這裡幫這裡的 也不算廣告 我只是發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人會看又會來問 到時候他們來問我可以講 十餘年來 歐春菊已經習慣了廣西南寧的生活 他喜歡吃柳州螺絲粉 更喜歡前往廣西鄉村 品嘗壯足特色美食 他已經把自己當成了南寧的一份子 我覺得我最南寧熟悉 我去泰國每次像回去當旅遊客一樣 因為有些中國朋友在泰國 他們都會說 我現在對泰國比你了解多了 我說是 因為我生活在這裡比較什麼 連我家人都說 我爸媽也說 你在那裡生活就好了 目前 歐春菊已辭掉學校的工作 專注於打理餐館 談及未來 歐春菊希望在南寧多開幾家泰國餐廳 讓更多的人品嘗到泰國美食